哈喽大家好,我是萌萌佳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10月份上旬刚刚建成的新建一户建 整体外观的材质是比较特殊的 采用的是黑色的镜面材质 看起来比较酷酷的 土地占地面积是60平方米 三层建的一个四居室 外加一楼是一个停车库的位置 整体的使用面积是114平方米 房子目前的售价是4880万日元 交通方面更是非常方便 东电川车站只有两分钟 距离玉塘接线的东三国车站也仅仅只有五分钟 虽然土地是有点不规则 整体偏斜的一个形状 但是剩在东面跟背面的西向两面道路 所以楼上的采光应该是蛮好的 后门这个地方的宽度也是非常可以的 三层建筑的一户建通常在设计上都大同小异 一楼一般会放洗漱区域以及一间卧室 二楼的话就会是整体的一个客餐厅 三楼的话通常会分布三个或者是两个卧室 一楼的卫生间旁边还配有一个小小的洗手池 洗漱区域这边的空间整体也是非常的宽敞 尤其是洗面台这个地方呢 抛出了以往一体式的设计 看起来比较时尚 另外一个整体的尾木纹壁纸呢 也比较符合现代年轻人追求的圆木峰 这间卧室其实感觉非常的小 作为一间卧室来使用的话还是有点差人意的 作为一个书房啊 或者是孩童的完全收纳不错 而且还有一个更加方便的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一户间的背面啊 就是超市 来到二楼之后呢 首先隔断呢 外边是一个卫生间 二楼整体的一个形状是一个偏长方形 但是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客厅啊 以及餐厅区域分开 中间的部分呢 则是可以作为一个在家办公的区域来使用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开放式操作台的背面呢 还很贴心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橱柜 我最近啊 也在给自己的新家啊 挑选家具 其实我们如果是这个橱柜 放在家具市场去购买的话 也是要花到好几十万的 而且整体配色呢 对于我这种选择困难症来说啊 也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给自己挑选新家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想房间里附带的设备哦 从这个楼梯现在通往到了三楼 我身后这间卧室呢 是面朝东向 附有一个阳台 而且面积呢 也是三间卧室里最大的 所以它一定是个主卧啦 主卧配备的收纳间呢 虽然不是一个步入室的 但是整体来说呢 还是比较深的 夹在中间的这间卧室呢 略显可怜 一个细长形 不过还好在面朝北下呢 也开了一扇采光窗 走廊的侧面呢 还配有了一个洗面台 比起我们早上一家人啊 去挤一楼的洗面台来说 简直要方便太多 三楼最后一间次卧的面积呢 整体还是可以的 视频看到这里 是不是以为我们这期视频要结束了呢 并不是啊 楼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阳台 通往露天阳台的位置呢 也是使用了一个比较大的落地窗 其实我们整个房间内使用的窗户 全部都是双层的 具有非常好的断热功能 在大阪室内呢 拥有一块非常宽敞的土地 来建筑一户建啊 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所以想要带有庭院啊 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露天阳台这个事情呢 就完全可以弥补这个缺憾 把我们一楼的庭院啊 搬到楼顶上来 而且这个阳台的面积啊 也是让人羡慕 日常和朋友在楼顶烤烤肉 或者是带着孩子在楼上 玩一玩充气游泳池 也非常不错哦 那我们这期的看法小视频就结束了 锁好门回公司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